范冰冰自身现逃顺风波以来,已经近三个月没进去微博更新,连带她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也是没有心动态出现。 就在众多网友众说奔成的时候,今日凤凰才经往前往范冰冰工作室一探究竟,却发现范冰冰工作室一人去楼空,办公室物品以及文件等都已被清理干净。 当时只有几名游戏工人在刷桥,随后物业对媒体表示他们在进行保洁工作,整理完毕后员工们会再回来上班。 但在娱乐圈内,范冰冰并不是深陷逃税风波的第一人。 2002,刘晓庆英被税局查出庸少列收入、多列支出等手段,虚假申报,投税入税高达1458万人而被捕入狱。 当时刘晓庆一共在狱中度过了422天,此事一出,另大批网友华兰,也令刘晓庆名誉扫地。 不过后来刘晓庆出狱后,积极狱中生活,表示他对于这段经历已经坦然。 每天在狱中锻炼,洗凉水澡,以及则学英语。 在狱中还能保持如此上进浩雪,刘晓庆还真真是不简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